早晨,早晨,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360財經台,我是王俊宇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點05分,醒醒前前都會跟大家分析當日的策略 今天電話旁邊有國籠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林家鏗先生,跟大家分析今天的市況 早晨,林Sir 早晨,各位觀眾 早晨,昨天你提到市場跌至兩三百點,不只跌至兩三百點,跌至六百點 最低是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一點 今天市況的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昨天我們所說的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美股就是那個導致呈這個十字星的形象 以及它是這個升破了這個布里加封道的頂線之後呢 超賣而回落的 呈這個十字星之後呢 跟著就是說那個叫做美國知識率呢 長短中都是繼續上升 所以我們就預期它呢 美股呢,昨天應該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那昨天來講 第二次一個發生了 美股導致跌二百點 最高的時間是三百多點的 但是千萬不要只是想著 導致這方面那個壞的信息 其實更壞的信息是納子 因為昨天納子的跌幅來講呢 是佔了1.81% 一日之內呢 連續連穿 10天、20天、50天 平均全部穿了 一日之內成交是大增的 那在納子方面來講 其實幾隻呢 是小的弱劑股 弱劑股的跌幅都很 都比較大的 比如IGC呢 跌了27.5% 另外一隻叫做天頭的弱劑股 跌了17.4% 另外一隻叫做Travina的弱劑 又跌了11.8% 所以昨天來講 美國那個 尤其是那些小型的弱劑 跌幅是非常之大 令到納子很多的 那些新經濟股 甚至乎科技股都會受影響 包括社交平台的其中一個龍頭 Snap 跌了5.2% 這個比較是市值大少少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隻叫做超微電腦 一天就跌了11.8% 創了5年的新低 所以其實後向來講 你看一看 對納子那個壞的影響 其實比導致更加大 所以今天我們看回市況 市況來看 行指方面來講 短暫都是走弱的了 你看看昨天的ADR 騰訊本身都收了差不多303元 現在對本大約305元 我相信這應該還有一跌 今天再跌兩三八點 絕對不出奇的 這兩三八點也剛剛 就是等同今天行指 那個保力加通道的那個地線 26273這個水平 我相信跌一跌這個水平之後 都會有一個低位 是可以 是駁超短線的反彈 不過今天星期五 我相信駁超短線的朋友 一定要偽高人膽大 因為要來過今晚的美股 以及今晚的美股來講 我相信立即都仍然有一定 負面的情緒會發生 是 如果這樣講 現在美股又拖累港股了 今次終於就是 但是港股這樣跌下去 值不值得低級呢 還是再忍一下首先呢 如果穿了這個保力加通道的底線 剛才我所說 今天那個保力加通道的底線 就是26273 如果穿了這個位 不常可以吸少少 只是試水溫而已 但是你吸少少 你要留意一下 今晚來講 星期五 就不會太多的人 是駁過夜的 現在你看到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貿易 那個磨擦氣氛 越演越烈了 那除了這個總統特朗普 還有副總統來講 都開到聲音 很多東西都是針對中國議定 所以不排除這個weekend的時間 中國可能外交部 又會有一些反對美國 很多的聲明的噪音會出來 所以氣氛來講 暫時是未能夠改善得到的 千萬不要想著 今天跌完之後 明天就彈的 就是我們要看回 那個叫做總的策謀 就是說中美貿易的氣氛 你不過了這個大選之後 是沒有一絲希望是會改善的 就是要留意這件事情 說沒有一絲希望 不是說一到大選之後 就立即有希望 不是 是由現在到大選之前 是沒有一絲希望 就是機會等於零的 大選之後怎樣呢 不清楚 可能有1%的機會 也可能有90%的機會 但是由現在到大選之前 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千萬不要想著說 我現在馬上放進去 後天就會大反彈 這個衝警是錯誤的 嗯嗯嗯嗯 明白明白 現在真是審慎一點 不要亂入市 除了帶市 今天分析 就算你 我相信你今天 趁低級 都會全部合投 才算 如果你真的能夠 在布里卡通道的線之下 留得到 當然你說 有些少少可以賭博的精神 但是都是短線的 千萬不要越差越長 明白明白明白 那有沒有少少辦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還是今天就這麼多 我相信 因為始終都是叫做 金九銀十 在中國方面來說 雖然是貿易磨擦 但是 在中國的季節性來說 汽車股 都是屬於一個 非常旺的季節的 所以不排除 有些汽車股 你今天跌的時間 是有人留下 包括我自己 都有機會留下 所以 純粹是這個辦法 但是再短炒 因為始終看起來 中美貿易 都是軟熱烈的 所以今天 如果罵一罵到 有些反彈 小小糊 都要吃的了 千萬不要太過貪 好 短炒短線 短投資 入市時要審慎些 林Sir 剛才你提過 騰訊700 你沒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我暫時沒有持有的 暫時沒有持有的 好 時間差不多 多謝林Sir 我們下星期跟林Sir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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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快